2024最让人期待的科幻网剧光环的第二集终于来了 本季总投资高达9000万美金 一共8集 据说志愿新的沦陷终于要拉开序幕 那么士官长可以带领人类走向辉煌吗 凯瑟琳博士究竟在酝酿什么阴谋呢 废话太多 让我们赶快进入剧情 网剧的故事线紧接凯瑟琳博士叛变的后续 士官长从新萌的圣星带回基石后就陷入了重伤昏迷 还好人类的科技发达 经过6个月的治疗 安理会将斯巴达小队判定成了不安定因素 科塔纳的人工智能项目也被迫终结 而比起士官长的无奈 小队的处境也十分落魄 曾经的英雄小队如今成为了后勤大队 士官长痊愈出院后 斯巴达小队接到了新的任务 边境的一个殖民点出现了新盟舰队 联盟要求斯巴达小队协助撤离 接到命令 士官长立刻带着小队前往了目标星域 然而众人抵达的时候 陆军的部队已经在组织撤离 士官长等人只能作为陪陈 负责维持秩序 所让无畏的任务让队员们都十分无奈 可就在撤离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负责占领制高点的部队突然发来求助信号 警戒就失去了联系 敏锐的士官长以为小队遇到嫡系 急忙向着山顶跑去 他来到山顶的时候 空地上只停留了几台通讯车 负责警戒的小队也消失不见 就在士官长准备上前查看的时候 农务中突然传来几声枪响 士官长急忙大喊 对面才发现弄错目标 他上前询问 才得知刚刚通讯点遭到了电磁干扰 农务中还出现奇怪的黑影 士兵以为是自己看错 并不确定 然而话音未落 说话的士兵便从众人眼前消失 看着农务中闪动的黑影 士官长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 偷袭小队的可能是新农的士兵 他让所有人聚拥 小心警惕 可士兵们却没有听从士官长的命令 反而撕散开来 结果可想而知 散开的士兵很快惨遭毒手 只有一个聚在士官长身旁的女兵幸存 士官长父辈受敌 一时间难以招架 不过他很快找到感觉 依托地形和敌人周旋 经过几分钟的厮杀 他很快干掉敌人 在一旁的石堆 他发现了受伤的女兵 可就在士官长准备带着女兵撤离的时候 农务中再次出现敌人 这次出现的敌人比刚才的还要强壮 应该是新萌的精锐 可就在士官长准备动手的时候 敌人却突然收起了武器 依稀中 士官长看到农务中出现了一道熟悉的人影 虽然隔着很远 但他依旧能感觉到 这人正是失踪的刻意 士官长刚想说话 周围的敌人突然撤退 紧接着 天空中就出现了几道刺眼的光珠 这是新萌的远程武器 可以在瞬间将一颗星球剥离了 士官长急忙带着受伤的女兵向着山下带去 此时的山下已经乱作异团 一些撤离飞船刚刚起飞就被击中 瞬间变成了残海 在撤离的路上 士官长偶遇了一对原住民 为首的大祭司拉住士官长 说出了一段奇怪的话 看着不愿离开的众人 士官长也没有抢救 他带着受伤的女兵登上了最后一艘撤离飞船 这是最近几个月被新萌毁灭的第五个殖民星球 新萌的再次进攻让士官长隐隐有些不安 他感觉敌人是在为大规模登陆作战进行准备 回到基地 士官长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上级黑书 黑书也觉察到了不对 他刚准备向上汇报 一个中年男人突然中断了会议 男人名叫艾克森 是斯巴达小队的新上级 队员们都以为安里会终于要重视行对 然而艾克森的一席话 却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安里会依旧认为斯巴达小队是不安定因素 准备弱化小队的存在 而艾克森更是对大家充满了偏见 他不允许任何人再私自行动 否则小队连撤离这样的任务都接不到 更让大家气愤的是打败敌人的明明是士官者 结果得到嘉奖的却是那个受伤的女兵 他还得到了一枚十字勋章 安里会的做法让士官长十分生气 他不是为自己名不平 而是担心士兵们会错误评估敌人的实力 然而他的抗议却被艾克当成了威胁 两人在走廊上发生了争执 没办法 士官长只好找到了离职的指挥官梅宜 因为博士的叛变 梅宜也遭到了波及 他被迫辞职 陆闲在家 士官长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梅宜 希望对方可以帮忙在上面说说 可梅宜也是有心无力 他只是让士官长多留意兴盟的举动 必要时他可以帮忙通知高层 至于高层是否采大 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梅宜的回答让士官长也十分无奈 看来斯巴达小队估计要被彻底边缘化 而在士官长忧心兴盟的同时 老黑也遇到了麻烦 他在寻找博士的路上被联盟带 按照他的肤色 岂部至少也是无期 老黑被捕的消息也传到了小玄这边 但此刻他也是自身难保 大量的猎人正在追踪他 为了躲避猎人 他只能伪装成奴隶东赌西层 因为艾克森的打压 斯巴达小队在联盟中的存在感被进一步降低 就在士官长烦恼的时候 他又发现了一件糟心的事情 小泽等人在上次外出后就没有归来 工作人员竟然将几人的名牌取掉 名牌被取掉就意味着队员阵亡 可是官长却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气愤的他再次找到了艾克森 谁料他却遭到了艾克森的嘲讽 听到艾克森的话 士官长忍不住想给这家伙一个大逼动 新萌的士兵为什么会撤 西齐怎么知道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和新萌勾结 士官长找到了那个女兵 他想让女兵替自己解释 他当时一直在战斗 然而女兵却拒绝了士官长的提议 原来女兵对于士官长的遭遇也十分内疚 但上级根本不听他呢 听到女兵的解释 士官长才反应过来 安理会就是在故意针对斯巴达小队 而在士官长寻找女兵的同时 艾克森也没有闲着 他找到了队员们 想要大家检举士官长 只要谁可以说出士官长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有违规 士官长的职位就会是举报者的 可艾克森却低估了队员们的忠诚 没有人举报士官长 反而还嘲笑起了艾克森 无奈的艾克森找到了科塔纳 让其根据最近新萌的动向做出分析 谁知科塔纳分析后却发现 新萌有97%的概率会进攻志远星 可奇怪的是 艾克森却没进行上报 归来的士官长也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他并没有去找艾克森对峙 而是以训练为名 将队员们召集起来 几周前 志远星的一个中转站遭到袭击 小特等人前往志远 结果却全队失联 士官长猜测 小队可能是被困在了中转站 这个站点距离大家不远 于是他就以训练为幌子 带着大家前往了这个站点 经过几天的航行 小队很快来到了目标星运 然而就在小队要进入基地调查的时候 陆军突然赶到 因为擅自行动 士官长等人全部被捕 回到基地 士官长遭到了黑书的呵斥 尽管他一再解释 自己只是想解救小特等人 可谁知黑书却告诉他 小特的小队根本没有前往中转站 听到这话 士官长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套路了 一定是有人篡改了 士官长等人的飞行记录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艾克森 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权利去见指挥官了 黑书剥夺了他士官长的职位 还强制要求他前往治疗室进行治疗 上级的种种反常 让士官长越想越觉得不对 在被送往治疗中心的路上 气愤的士官长打晕了看守 竟然跑了 而事实上士官长猜得没错 小特等人的确出事 众人的尸体就在基地下方的太平间 而艾克森和黑书早就知道一切 不仅两人觉察到了 星盟可能要对志远星动手 联盟的高层也察觉了 但高层却没有任何反应 人类的科技虽然强大 但在星盟面前依旧弱小 艾克森推测 高层可能已经在悄悄撤离 不公布只是为了不阴气恐慌 而与此同时 逃走的士官长再次找到了梅伊 之前小队虽然没有在中转站发现敌人 但士官长还是发现了战斗的迹象 他推测星盟的仙头部队 已经靠近志远星的边缘 听到这个消息 梅伊也有些意外 他让士官长找地方躲好 自己会想办法和上层沟通 离开酒馆 士官长找到了之前的那个女兵 女兵递给他一个耳机 里面是一段女兵之前截获的星盟音频 他返回基地的第一时间 就进行了破译和上报 可上级却没有任何反应 听到耳机里的对话 士官长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错 他放下耳机 想要返回基地 可还没起身 教堂的屋顶就遭到了轰炸 等士官长和女兵再争议 城市中已经冒出了火光 街头也全是逃难的平民 看着被炮火覆盖的居民区 女兵想到了家人 他想要回去看看 可却被士官长拦住 居民区已经变为废墟 现在回去根本没用 而随着敌人的炮火轰炸 志远星的能源系统也陷入瘫痪 整座城市陷入了黑暗之中 士官长仔细观察了四周 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联盟的基地总部就在志远星 这里驻扎了专门保卫的军队 可街头只有一些零散的士兵在进行反击 大部队却不见踪影 更离谱的是 就连本该在第一时间出现的斯巴达小队也不见踪影 难道是总部那边也闻现了吗 士官长急忙带着女兵向的司令部跑去 没有铠甲 斯巴达的战士就和普通士兵一样 穿过轰炸区 两人来到了商业区 这里还没有遭到轰炸 就在这时 兴蒙的进攻突然来袭 慌乱中 士官长和女兵跑到了另一个街区 这里刚刚被兴蒙轰炸 街头到处都是残炎断饼 就在这时 士官长听到角落中传来响动 两人回头一看 废墟中有一个老太正拿着武器盯着他们 原来老太是古董店的老板 他的电在刚才的轰炸中受到波及 可老太却舍不得这些从地球带来的老古董 他以为士官长两人想趁机零元后 士官长建议老太赶快撤离 刚才的轰炸不过是兴蒙的第一波进攻 按照音频上的内容 他们的地面部队很快就要到 可老太却不想离开 他舍不得这些古董 女兵刚想劝说 结果却被士官长拉走 他们无权干扰任何人的决 就在这时 街道上传来枪声 士官长出来一看 是一支小队正在和兴蒙的先头部队交往 可他们的武器根本打不到天上的敌人 士官长在人群中发现了斯巴达小队的队员 从对方口中 士官长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兴蒙不仅切断了志远新的能源锡 还切断了通讯 城里的士兵被分成了若干小队 听到黑妹的话 士官长觉得不能这样乱吧 他召集了小队里的所有士兵 要求大家向总部靠谱 只有找到大部队 才可以组织防线 余下众人也觉得有道理 在士官长的带领下 小队放弃了街头的战车 转移到了民居 基地距离大家不远 穿过这片街区就可以抵达总部 然而一行人不知道 兴蒙已经做了准备 兴蒙的士兵堵在前往总部的各处通道 只要有人靠近 士兵就会第一时间发起总攻 眼看楼道里的敌人越来越多 士官长只好带着大家撤退 可外面的敌人也不舍 众人好不容易突出重围 一群兴蒙的士兵就冲了出来 兴蒙还在街头架起了大炮 正向着不远处的街区 伯利全开 为了给众人争取时间 一个士兵冲了过去 他引爆身上的炸弹 直接和敌人同归于尽 虽然很伤心 但现在可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 士官长急忙带着幸存的众人 向着总部赶去 而这边 被关押的凯瑟林博士 在监狱遇到了被逮捕的老黑 作为曾经的上级 凯瑟林对老黑还是十分认可 如果他当年不离开斯巴达小路 如今士官长的身份就是他 可老黑却对凯瑟林博士很不感动 就在两人攀谈的时候 兴蒙的先头部队也对基地发起了进攻 电源很快被切断 周围的环境也消失不见 原来这个监狱是虚拟牢房 所有的画面都是V2模拟出来的 发现监狱外联卫兵也没 凯瑟林当即意识到 一定是兴蒙大举入侵之远星了 然而就在两人思考要怎么办的时候 凯瑟林却看到不远处躺着几个人 老黑一眼就认出 这是兴蒙士兵的杰作 他们的武器都是光刃 划伤的瞬间还会让伤口被高温捉伤 很显然 兴蒙的士兵估计已经来过监狱 两人顿感不妙 就在这时 海瑟林遇到了科塔纳 听到科塔纳的提醒 海瑟林刚想跑路 谁知刻意已经带着几个士兵来到身后 原来被士官长带回来的基石 就被存放在这片区域 可刻意搜索一圈 却不见基石的影子 看着冲过来的兴蒙士兵 老黑丝毫不慌 随手丢出了一颗马瑞德红 看着英勇的老黑 海瑟林开始化起了大力 他想让老黑回归斯巴巴 一起和兴蒙战斗 可自由习惯的老黑怎么可能答应 他还想着碎石心的老婆和孩子 经过一番波折 士官长总算是带着幸存的几人回到了基地 可基地里的情况也是一团乱 从一个士兵口中他才得知 高层早就知道了兴蒙进攻志远兴的机会 可高层不仅没有积极防御 甚至还到处封锁消息 而背地里权贵们早已经将自己的资产转 战争一开始 他们就重坐飞船跑了 士官长还想去更换海角 可谁知士兵去叫住了他 听到士兵的解释 士官长才明白了一切 怪不得自己都被处处断压 原来高层根本没打算保护志远兴 在人群中 士官长看到了还在坚守岗位的黑书 正因为黑书的负责 基地才没有第一时间沦陷 看到士官长回来 黑书的脸上闪过一丝无奈 他告诉士官长 现在星盟正在攻击基地的能源系 一旦能源中断 志远兴的轨道防御就会失效 到时候星盟的舰队就可以发动远程武器 将志远兴玻璃化 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保住能源系 安全 只要可以保住轨道系 志远兴才可以幸存 黑书让士官长带着幸存的士兵 前往不远处的要塞进行防御 士官长没有犹豫 带上众人立刻赶往要塞 一轮炮击过后 废墟中陷入了死寂 看着空荡荡的远处 众人都有些奇怪 难道是星盟撤退了吗 可谁知就在这时 尘埃中突然传出诡异的震动 看着蜂拥而至的兽人大军 士官长没有犹豫 一轮输出下来 首先冲上来的兽人就被干掉 可士官长不知道 要塞的进攻只是一个幌子 星盟真正的目标是基地的总部 就在他们阻击敌人的时候 星盟的军队已经来到了总部 正在楼顶等待撤离的老黑 嗅到了空气中的臭 他回头一看 星盟的士兵已经出现在了侧方 因为士官长带走了大部分士兵 撤离点只有几个士兵在维持治安 这点人怎么能挡得住敌人的进攻 星盟的战士很快就攻向了这 眼看大势一去 黑叔便准备启动最后一艘撤离飞船 可谁知燃料管却没有分离 这导致飞船无法起内 黑叔只能冒着炮火冲了出来 可就在他准备分离游泵的时候 星盟的战士已经将他环环包围 看着不远处的敌人 黑叔丝毫不慌 他切断管道 点燃了油库 接到消息的士官长也第一时间带着人回来 刚过来 他就看到了凯瑟琳和老黑 两人刚想打声招呼 星盟的士兵就出了过来 士官长只好带着大家先行阻击 虽然士官长和其他队员都很怒猛 可面对成千上百的敌人也有些力不从心 基地里的人类很快被肃清 士官长也被一个士兵打倒在地 可就在士官长要被干掉的时候 刻意突然出现 看着被干掉的队员 士官长想要反击 可失去行动能力的他只能被拖走 而面对志远星的也仅剩下最后的打击 在和星盟的精英士兵战斗时 士官长也被重伤 在重巢的不断进攻下 总部的要塞也随着失守 星盟占领了要塞 并切断了星球轨道的防御系统 没有轨道防御系统的保护 星盟的战舰也没了后顾之忧 大批战舰涌入志远星 毁灭也开启了倒计时 眼看大势一去 老黑觉得不能再逗留了 他到处寻找飞船 准备带着幸存的众人撤离 可谁知就在这时 一头挥舞大锤的星盟士兵 突然出现在战场上 只是一锤子 众人藏身的掩体就被捶烂 士官长开枪反击 可子弹根本没用 就在这时 一艘运输舰突然出现 战舰对着士兵疯狂扫射 这才干掉了队防 老黑抬头一看 来人竟然是妻子来了 他急忙带着众人向着飞船赶去 可谁知黑妹却突然折返 他扛起了被干掉的队员 他炮弹却飞了过来 还好黑妹距离飞船不远 众人急忙将他拽了上来 而飞船起飞的同时 新萌的战舰也投下了代表毁灭的光束 看着正在被玻璃化的志远星 所有人的内心五味杂陈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据点 志远星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落幕 这让士官长无法接受 可他又无可奈何 等士官长再睁眼 他们已经离开了志远星 凯斯林博士正在为他治疗 士官长还好一些 经过治疗已经恢复了行动努力 而黑妹却伤得很严重 必须要进行手术 老黑没有耽搁 带着一行人来到了一个殖民点 再将士官长等人安顿了后 老黑就和莱拉去寻找儿子了 原来当时老黑被抓 是因为被手下的副船长背叛 这家伙不仅图谋他的财产 还图谋老黑的莱拉 还好莱拉机智 他让小泉带着儿子先逃 自己则引开了追兵 可谁知小泉为了救他 又悄悄折返 结果导致母子梁走散 当时儿子小黑乘坐的飞船 就是前往这颗星球 离开医院 老黑和莱拉来到了一个酒吧 这里是星球上的情报中转站 在花了两块半后 两人从一个老头口中得知 几天前的一架飞船上 有个类似的孩子和飞船一起降落 因为找不到孩子的父母 男孩被一对夫妻收养 两人立刻赶往了这对夫妻间 可找到孩子的时候 老黑却发现这个孩子并不是自己的 原来小黑在飞船上饿得不行 于是便用头盔和这个孩子 换取了一些食物 发现自己的孩子不在这里 老黑有些失落 可莱拉却觉察到了部队 他回想起了酒馆老头 给两人准备情报的时候 非常流畅 似乎是早就知道他们会来瘾 想到这 莱拉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回到酒吧 找来了一根铁棍 经过一番不友好 就地龙通天的友好鞋商 莱拉得知了真相 原来就在他们抵达前不久 小黑就被军方的人带走了 为了救回儿子 老黑决定去军方的新基地 士官长也准备和大家一起前往 可黑妹却犹豫了 他身受重伤 已经不能再继续战斗了 军方的背叛让他彻底死心 他准备留在这颗星球隐居 听到黑妹的决定 士官长无法接受 他觉得斯巴达战士应该战斗到 可黑妹已经不吃大饼了 眼看劝说无用 士官长也不再纠结 他要去人类的新总部 为战死的斯巴达战士 讨一个功报 可士官长不知道 高层压根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斯巴达小队被改祖从舰 而新的士官长竟然是凯 原来 艾克森计划招收一百万的战士 准备训练出一只斯巴达军子 然而斯巴达战士的培养 却没有艾克森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为了让新招收的士兵快速成长起来 艾克森使用了模拟训练仪器 他让凯带领着大家每天在虚拟世界战斗 可虚拟训练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型 大家虽然都是军队出身 但高强度的协同作战 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磨合作人 每次战斗 队员们都会因各种失误导致战斗失败 面对失败 还将原因归咎给了大家的配合不足 然而他的总结却引来了佩雷斯的朝向 作为和士官长一起战斗过的士兵 佩雷斯深知斯巴达的战斗力 除了默契的配合外 更重要是单兵能力 每一个斯巴达战士的单兵能力都十分强悍 这是今年累月的成目 模拟器只是辅助工具 除此之外 佩雷斯对凯还存有严重的偏见 他认为凯就是一个逃兵 丢弃了志远星 然而凯却对志远星的战役毫不知情 而与此同时 梅伊也官复原职 面对艾克森的提案 梅伊觉得成功的几率不大 但他还是同意艾克森组建一支更强大的军队 以弥补斯巴达的控制 梅伊提醒艾克森 19个小时前 有一艘没有登记的飞船进入了星球 而能绕过星球防御轨道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凯瑟林 梅伊让艾克森多多留意 士官长一定也在其中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正如同梅伊推测的一样 驾驶飞船的正是凯瑟林博士和士官长的 此刻众人正看着不远处的基地发呆 新基地的设施比志远星还要先进和完善 很显然 高层很久以前就在这里开始建设 可诡异的是 无论是士官长还是其他军官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基地的出现也让士官长意识到 军方是故意一气致远星的 小队分成了两路 老黑和莱拉去寻找儿子 而士官长则准备去找艾克森 然而双方分开没多久 士官长就被巡逻的士兵发现 他原本是想反抗一下 可谁知森林里全是埋伏 最终 士官长被全副武装的小队带进了基地 可这样的束缚根本捆不住士官长 他是故意被抓的 他用力一转 周围的士兵被全部干 正在训练的凯也在第一时间接到了通知 艾克森让凯去把士官长抓回来 还把志远星沦陷的原因推给了士官长 说是士官长勾结兴盟 才导致基地沦陷 听到艾克森的话 凯觉得士官长不是这样的人 然而艾克森却解密了一份基要文件 文件的内容正是之前双方争夺的基石 艾克森说士官长这次潜入一定是来夺取基石 虽然凯依旧相信士官长不会背叛人类 但艾克森的命令他也不能够执行 而与此同时 因为没有夺回另一块基石 回到星盟的克一也遭到了针对 虽然他极力解释 基石已经被提前转移 可星盟的高层还是对他起了疑心 就在克一思考怎么办的时候 科塔纳出现了 这是克一从志远星带回来 他一直想要重新激活基石 可尝试无数次都以士盖告终 最终他发现 问题处在士官长身上 只有两人同时触摸 才可以激活 科塔纳告诉克一 自己可以帮忙 但他需要接入星盟的传输阵列 虽然知道接入科塔纳会导致星盟暴墓 但克一如今已经步步的这些 而这边 凯在资料室找到了士官长 士官长想让他带自己去找艾克森 他要询问对方为什么将小队一起 然而此时的凯却已经不再信任士官长 两人打了起来 可无论凯怎么出事 士官长就是不还手 眼看士官长就要被打死 凯就算在愚顿也大概明白了一切 他并没有干掉士官长 而是将他丢在了原地 就在两人撕打的时候 科塔纳联系了梅姨 他已经接入了星盟的系统 获取了对方的位置和资料 而这一切都是梅姨制定的反攻计划 可梅姨不知道 科塔纳还同时找到了士官长 他让士官长必须在星盟之前找到基石 可士官长根本不知道基石被带到了什么地方 科塔纳让士官长听自己 说着 舱门就被打开 在科塔纳的指引下 士官长来到了仓库 科伊在系统中植入科塔纳的事情 也被星盟的高层发现 为了保护科伊 一个精英战士竟然想要干掉牧师 死打中 基石发出了光芒 这是激活的代表 而与此同时 士官长也靠了过去 士官长在科塔纳的帮助下 在星基地找到了基石 而位于星盟的基石 也感应到了士官长的出现 两块基石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两人同时触摸 又一次来到了那个圆环的内部 这里山清水秀 鸟与花香 科伊向士官长诉说了自己的目的 光环并不是所谓的远古武器 而是一颗孕育生命的种子 他们都是被选中的人 科伊想用光环来创造一个比星盟和人类更伟大的温命 然而士官长却告诉他 这不可能 人类和星盟不可能和平共处 无论是谁得到光环 双方都会在第一时间消灭对方 就在这时 科伊的背后出现了几道虚异 两人都被强制退出了光环 科伊回头看去 牧师正向自己冲来 慌乱中 他跑进了一旁的通道 可牧师却没打算放过他 还好科塔纳及时出现 自从接入星盟的系统 科塔纳就以光速读取了星盟的信息 他不仅知道牧师的身份 还知道牧师有很多赖事 在科塔纳的配合下 科伊顺利干掉了牧师 而及时的激活也将光环的位置暴露 星盟第一时间就确定了坐标 大批战舰开复了过去 梅伊也接到了科塔纳反馈回来的坐标 发现星盟的舰队正在集结 他也意识到光环出现了 梅伊要求艾克森将第三批斯巴达战队全部排除 这次的战斗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存亡 只能胜利不能失败 收到命令 艾克森也在第一时间派出了舰队 双方的战斗也一触即发 而与此同时 在基地最下方的凯瑟琳博士和小全找到了米兰达 米兰达的小组正在研究一扇古老的新门 从米兰达口中小全才得知 原来这里是一个名叫先行者文明的遗迹 他们的文明比人类还要高出数个等级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先行者文明突然消失 而人类文明和先行者文明的关系非常密集 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继承了先行者 他好像在一个山洞的壁画上看到过类似的图案 小全试着取下图案中的一颗石头 谁知周围竟然出现了一副星空投影 原来想要打开遗迹 需要补全星空的坐标 小全根据山洞里的图案将发光的石头 依次摆放到了对应的位置 只听咔嚓一声 遗迹的大门缓缓开启 海瑟琳迫不及待进入遗迹 然而里面的环境却让众人有些失望 这里好像就是一个实验室 摆放了很多实验用品 就在这时 海瑟琳在角落中发现了一个蜷缩起来的人 看衣服 此人好像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此前似乎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海瑟琳在石头的手上 发现了一块长方形的金属物体 他以为这是记录资料的硬盘 随手将其取了下来 谁知下一秒 实验室突然开始抖动起来 看到这一幕 三人急忙离开了实验室 在半路上 走廊下方的灯光亮起 一座巨大的城市缓缓出现 海瑟琳这才反应过来 这里不是一座实验室 他想要进行研究 兴许可以发现先行者的文明 可以旁的米兰达却看到了诡异的移民 山东外的星图闪烁不停 一大批红色的光幕出现在了画面中 海瑟琳还以为这是先行者留下的提示 可他们不知道 这是灭绝的警告 而这边 人类和新盟的战斗已经开始 第一批斯巴达小队已经和新盟交 虽然装备了斯巴达的铠甲 但双方的实力还是悬殊巨大 第一小队刚抵达战场 直接就被新盟一锅端了 梅伊让艾克森把第二和第三小队也全部派上去 艾克森有些不理解 斯巴达小队是特种部队 不适合这样的大规模战斗 这样做不就是在白白牺牲吗 然而梅伊却什么也没解释 只是让他下达命令 奇怪的艾克森悄悄来到了训练室 他调查了梅伊给士兵们派发的武器 结果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原来士兵们在训练中使用的武器 并不是一种磁能武器 而是一种瘫痪巨变引擎的木马 这种病毒会导致控制系统发生错乱 导致引擎发生爆炸 只要一艘战舰的引擎被植入木马 战舰爆炸的威力足以引爆其他战舰 甚至摧毁整片星系 看到结果 艾克森才明白了梅伊的真实意图 他是打算以小博大 用最小的代价干掉星芒 顺手炸毁光环 发现真相艾克森气愤不已 他想要去找梅伊对治 谁知道刚出门 他就被士官长和凯堵住 经过一番不交代就落手摧花的友好协商 艾克森说出了前因后果 放弃志远星的命令是梅伊下达的 原因就是人类不是星蒙的对手 直接硬碰硬根本没有任何生存 艾克森将前线的战斗也一并说了出来 虽然士官长也理解高层的做法 但这样的抛弃他还是无法接受 而眼下也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 所有的斯巴达小队都被派出去 如果让星蒙得到了光环 人类文明就真的要扑街了 虽然讨厌梅伊的做法 但士官长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延续人类文明最粗暴简单的办法 他换上了铠甲 决定和所有的斯巴达小队一起战斗 在走廊上 士官长遇到了准备出发的佩雷斯 两人相视一笑 登上了各自的战舰 经过一番颠簸 人类的战舰很快来到了战场 此刻整片战场已经乱作一笔 到处都是厮杀 人类的实力明显弱于星蒙 一只小队还没进入战场 就被星蒙全部感点 士官长也注意到了星空中的光环 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厮杀 而是驶向了光环的位置 可刚飞过来 他就看到小凯等人的战舰被击住 他无法看着队友们独自战斗 士官长改变了方向 投入到了战场中 而在人类舰队和星蒙舰队厮杀的时候 米兰达也正在研究 从遗迹中带回来的东西 他原以为这是什么储存资料的遗迹 可仔细观察后 米兰达却惊恐地发现 里面储存的竟然是一种很古老的包子 接触到空气的包子迅速复活 并且开始快速繁殖 而米兰达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包子的可怕 这就是游戏里的红魔 这是一种寄生病毒 一旦感染 就会将生命变成可怕的怪物 红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传说那时候的宇宙中 有一个名叫仙区的神机文明 他们和先行者共同生活在这片宇宙 因为资源和种族的问题 两个文明爆发的冲突 最终 仙区被先行者赶出了银河系 本着正面打不过就偷家的里面 仙区研究出了红魔 他们将这种病毒播撒到了银河系 可米兰达却不知道这段历史 容器被打开的同时 包子也开始传播 一个工作人员很快发生了一遍 他抄起一只昆昆 直接扎死了一个同事 虽然众人及时抓住了发狂的工作人员 但包子已经在空气中开始传播 周围的人都被感染寄生 这边 战场上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前期被派过来的斯巴达小队全军覆没 就连小凯带领的小队都被敌人堵住 根本没人能成功突进 就在佩雷斯绝望的时候 士官长从人群中冲出 他几下就干掉了堵入的新盟士兵 和众人会合后 士官长让佩雷斯带着受伤的士兵先撤 他则带着余下的众人向新盟的战舰突进 又是一番厮杀 士官长成功杀到了克伊的战舰 可战舰里的克伊早已经撤离 他只在地上找到了被踩坏的柯塔纳 士官长以为柯塔纳也狗蛋了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柯塔纳的声音再度响起 原来他在被破坏之前 就将系统迁移到了新盟的系统 在士官长的接应下 柯塔纳将系统迁移到了铠甲上 而与此同时 战舰也坠向了光环 柯塔纳接手了铠甲 在战舰坠毁前带着士官长逃了出来 眼看人类舰队就要消耗殆尽 小凯不甘这样失败 他驾驶着残破的新盟战舰 撞向了新盟的指挥舰 一道刺眼的光芒闪过 新盟的指挥舰被炸成了碎片 没有指挥官 新盟一下子就乱了阵脚 没一趁机下令 要求人类所有的舰队发起总攻 然而他的命令刚刚下打出去 一个指挥官突然暴躁起来 他扑倒了一旁的同事 没等大家搞清楚怎么回事 又有几位指挥官发生了变异 预感不妙的凯瑟琳 第一时间就逃了出去 倒霉的梅伊当场就被撕成了碎片 米兰达也在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问题 他封闭了所有的实验室 想要将包子锁死 然而凯瑟琳却一脸激动 他甚至想要研究这种包子 米兰达探头一看 才发现凯瑟琳也被感染了 他启动了一个冬眠舱 将凯瑟琳冷冻到了里面 而包子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 米兰达的预料 便宜的包子随着气流 在基地内快速传播 正在寻找儿子的老黑两口子 也遭到了怪物的攻击 两人带着儿子和小泉杀出重围 可在出口 妻子却将自己锁在了里面 原来妻子也被感染了 为了不连累老黑 妻子果断放弃了自己 很快整个基地就沦陷了 老黑和逃出来的艾克森几人 登上了一艘飞船 这边昏迷的士官长 在一旁空地上醒来 他已经来到了光环的内部 这里就和梦境中的一样 到处都是春意暗人 在科塔纳的指引下 士官长在一处建筑前 找到了刻意 那个新蒙的士兵也在一旁 俗话说得好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一言不合 两人就打了起来 虽然士官长装备了铠桨 但依旧不是精英兽人的对手 没打几招 他就被兽人问在地上各种摩擦 两人还打了嘴炮 亲切地问候了各自的房贷利率 看着饿死的兽人 士官长再度暴起 他扑倒兽人 来了一招三十六路抽风拳 倒霉的兽人被打得嗷嗷大叫 士官长举起光刃 一刀锁喉 趁着两人厮杀 刻意也打开了前方的遗迹 整个光环都颤抖起来 地面上还出现了大量的建筑 像是某种武器 刻意告诉士官长 他决定用光环来创造一个更强大的文明 至于人类和兴盟 他决定将其彻底弄去 只有两者彻底消失 战争才会结束 士官长急忙追了进去 可刚进来 他就感觉眼前一黑 虚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声音自称名叫引导者 他是先行者文明的人工智能 而引导者的任务就是指引士官长去见某个人 她说同时的同时